我胖欣现在来到了正定荣国府 现在他不是出夜游活动了吗 之前我们一直看到白天的荣国府了 现在看看晚上的荣国府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的荣国府 我们就在荣汐堂前边这儿 开始等着七点半的演出了 那个孩子回来看呢 对 他不是四春吗 元婴探西 元春嫁给皇帝当妃子了 然后他晚上回来见他爹妈 主要演的就是他从宫外进府 然后一直坐到这儿 然后说两句话 磕磕头 估计这演出已经完了 门口那会不会有个轿子 他下轿起来了 不知道呀 晚上的荣国府的确是跟白天的荣国府不太一样 也是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金门玉户神仙府 贵殿兰公 妃子佳了 晚上金碧辉煌的 真的是挺漂亮的 门口上的 domin家 就是这种 小兰国府的确都不太一样 这种看法 如果她的确不太一样 虽然是有新冠状的 一或者是跟刘船之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演出结束了 我们就去甲母院到第二个演出了 第二个演出是什么 宝贷相会 之前里边的门是关着的 现在打通了 直接就到了后围房 后围房 为什么都是门槛 所以古代大门不出而门不迈 不信 卖 老太郡还能磕头吗 但是 应该出面了 对吧 应该出面了 但是 对 但是他没有出 对 对 啊 啊 这个妹妹 我见过 哎呀 哎呀 可能是您说了 有何曾有见过她吗 虽然 没曾见过 然 我看着夜事 心里 就算是六小时 今日 只做远别同逢 以为为不可 那就是你的命根子呀 在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 但我有 我说谁去 如今 来了这么多时间 这个妹妹也没有 为什么 要我要去跑过石头 记得关注我哟 记得关注我哟